一艘又一艘的漁船 有海钓近海鱼的 有赏金的 也有捕飞鱼的 他们现在都靠在港口这边 用绳索一艘一艘的 把他们给细紧了 我现在人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花莲南端的石梯渔港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再往南走一点点 就会进入到台东 因此算是非常接近 花东的交界带 那么这一次海葵台风 预估很可能 就会在花东交界一带来登陆 因此这个港口 很有可能就是海葵台风 中心登陆台湾首当其冲的地方 那么这里的渔业业者提到 苏拉的前脚才刚走 因此每一艘船的绳索 其实都才刚拆掉而已 不过还没来得及等到出海 海葵就接连来报到 因此现在又要重新 把绳索给系上 我们带你来听一下 稍早的访问 后来又听说又来了 我们又要绑 还没有出海就要绑了 又要绑了 我是今天才绑的 绑这个大概花多少时间 要差不多两小时到三小时 两小时到三小时 对对对对 因为每一个 要看看每一个船 每一个船 有没有加进这个连接 连接有没有碰触 碰触到这个 像我们这个碰壁 目前的风雨状况呢 可以说是无风无雨 甚至是还蛮晴朗的 不过呢 就怕一夕之间变天 每一艘船呢 除了彼此之间有用绳索 彼此固定住 避免有船只落单飘走之外 每一艘船也都会用这样子的 大绳子来固定 而且长度都是计算好的 为的就是要避免满潮水位的时候 船只溢出来跑到路面上 那么刚刚呢 渔民也提到一艘船 要绑好绳索的时间 大概要花两到三个小时 有些渔民呢 在昨天就已经开始作业 那么比较慢的 也在今天最晚最晚 在今天下午之前 也都通通完成 虽然目前的天气状况 非常的好 可是就怕晚上 这个海魁台风进来之后 风雨也会逐渐的进来 天气一夕之间变天 渔民们也都不敢大意 全力备战台风 以上是我们长度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立刻下载进行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